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祖法已经经历过一次丧子之痛 直到现在心里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 时隔不久 凯撒失踪了 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 也许我们没有相同的经历 无法感同身受 不能深刻理解阿祖法现在的心情 山上骄阳死活 阿祖法走得又渴又累 他看到地上有一个别人丢弃的瓶子 阿祖法也不考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液体 打开瓶盖直接就喝了几口 也许他现在满脑子想着如何找到凯撒 无心考虑个人的安慰 回到家后 阿祖法又进厨房看了一眼 他是多么希望此时凯撒能出现在他面前 只可惜厨房还是一片激进 没有任何的声音 阿祖法只好回到屋里 昔日凯撒的欢声笑语还回荡在耳旁 他拿起凯撒最喜欢的玩具 仿佛凯撒就在身边一样 但现实是残酷的 尽管帽子叔叔也在全力帮忙寻找 仍然没有任何一点线索 阿祖法拿着凯撒的照片 看了一遍又一遍 除了默默的流泪 他实在没有任何的办法 阿祖法坐在台阶上 看了一回凯撒的照片 又出门寻找 他到附近几处茂密的草丛 里仔细查看了一遍 没有任何收获 然后回到那尚未建成的浴室旁边 他给负责此时的帽子叔叔打了电话 希望能得到好消息 帽子叔叔去阿祖法不要太着急 大家都在帮忙寻找 如果有任何消息 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阿祖法早上 又再在這玩具 臥 现在连帽子叔叔都没有任何线索 阿祖法真是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抱着凯撒的照片痛哭了一场 不知道妈妈的多少泪水 才能换回孩子的平安归来 天下唯有母爱最伟大 如果刘肝最后一滴泪就能见到孩子 那么我们相信所有的母亲都毫无怨言 思念孩子心切的阿祖法 想不明白凯撒究竟是谁偷走了 为什么自己睡得那么死 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阿祖法现在非常痛恨自己 恨自己究竟为什么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孩子 可就在阿祖法伤心难过的时候 拍摄者看到了一件衣裳和一只鞋子 熟悉的颜色和残留在衣服上的味道 阿祖法断定这就是凯撒身上的衣裳 阿祖法拿着衣裳崩溃的大声痛哭起来 原本身体不适 这又发现了凯撒的衣裳 这对阿祖法的打击简直是太大了 看着这位可怜的女人一边嗷嗷大哭 一边在寻找着女儿 拍摄者心里非常难过 可现在又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只能任由阿祖法 呼诉着对女儿的思念之情 阿祖法以为女儿会在附近躺着 在一棵棵茂密的小树周围 四处寻找着 但很不幸 阿祖法找了许久 也没有再发现女儿的丝毫线索 而阿祖法精神彻底崩溃了 他哭诉着说 是自己害死了女儿 他要去寻找女儿 显然阿祖法以为凯撒遇了不测 拍摄者本以为阿祖法只是说一说 可没想到 阿祖法返回小屋之后 竟然从屋里拿出一根绳子 不顾拍摄者的劝说 大跨步地朝着前方那棵大树跑去 拍摄者追上去阻拦阿祖法 不要干蠢事 凯撒或许还活着 可失去理智的阿祖法根本不信 朝着大树跑过去 然后搭上绳子 想要就这么放弃大好的生命 拍摄者被阿祖法的举动吓住了 可就在危机时刻 拍摄者终于反应过来 及时冲过去把树上的绳子解开 救了阿祖法一命 虽说阿祖法并没有大碍 可他毕竟是一位怀有身孕的母亲 再加上劳累等等 阿祖法昏睡了过去 拍摄者非常的害怕 自己又没有丝毫惊艳 于是他朝着小屋快速跑过去 给瓶子装满了水 再扛着沉重的摄像机 快速返回昏迷不醒的阿祖法身边 然后将水浇到阿祖法的脸上 谢天谢地 阿祖法从昏厥中醒来了 拍摄者这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看着失去理智的阿祖法 拍摄者说 你怎么会那么傻呢 虽说你看到了凯撒的衣裳 但你有发现凯撒吗 如果万一凯撒没有任何事情 你不在了 将来你让凯撒怎么办 变成没有妈妈的孤儿吗 而且你就算不为你自己着想 也要为你腹中的孩子想一想 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苦 现在凯撒又突然失踪不见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亲眼目睹 万一衣裳和鞋子 并不是凯撒的呢 尽管拍摄者说了很多 可阿祖法却没有说一句话 而是蹲坐在地上嗷嗷大哭 拍摄者说 不要再哭了 你要为你腹中的孩子想一想 再这样下去 别说去寻找凯撒了 可能你的身体很快就无法支撑了 你不要动气 好好地养好身体 我们再继续寻找 而且帽子叔叔也说了 让我们不要着急 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帮你 阿祖法说 我想念我的女儿 我不能没有她 拍摄者说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现在起来赶紧回小屋里歇息 在拍摄者的竭力劝说下 崩溃的阿祖法 似乎恢复了理智 听从了拍摄者的建议返回了小屋 但拍摄者不敢大意 害怕阿祖法还会再干出什么蠢事 将地上的绳子捡起来 趁着阿祖法不注意 将手里的绳子放在了一块石头后面 阿祖法还不知道 康特今天已经回来了 他也从妈妈的口中得知 凯撒丢失的消息 同样非常的悲伤 康特现在也在竭尽全力寻找凯撒 虽说凯撒不是康特亲生女儿 但康特对凯撒甚至比亲生女儿还要亲 说不定 康特会帮助阿祖法找到凯撒 拍摄者为了阿祖法的身体着想 想让他到屋里歇息 可阿祖法既不吭声也不起身 然后抱着女儿的照片 躺在了冰凉的门廊上 拍摄者没有在说什么 准备在他旁边守着 防止阿祖法在干傻事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最后能否帮助阿祖法找到女儿吗